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书对我来说是有怀念 一有打就吃到榴莲 可以带回去给妈妈爸爸吃 兄弟姐妹吃 偶尔朋友有进来 找我们谈谈一下 朋友也是帮忙打扫一下 开开心心讲话 就是一起吃 有些人他喜欢说 听到榴莲掉下来 他要去吃榴莲 那种气氛 听到他扑一声 跌下来很开心 去吃榴莲这样 我叫阿神 我这里第四代了 这里叫到阿摩沙 阿摩沙就是红毛山 以前这里一带很多那个马公 过后殷勤叫我们公公啊 婆婆全部要搬出去外面住了 就是留下这些榴莲树啊 以前我们的搬很大 有百多英亩 过后给日本清战的时候 就给日本人拿去了 拿去了 他就配一点点给你们 有一点可惜 百多英亩到现在啊 发达咯 其实猫山王吃来吃去也是 不见得会赢过我们的榴莲啊 只是啊 吃一个名称 它的种子比较小而已 我吃了我个人的看法啦 没有什么感觉啦 其实真正的榴莲啊 我个人的吃法 就还是本土的比较好吃 再瞧瞧一下 它跟它那个刺啊 那个刺打掉咯 就不会刺人咯 它有油帘线的 你跟着它的线跑咯 一方面我们到了 它也可以当作肥药 很难照顾是真的哦 你要有时间进来打扫嘛 有时一年打到一次 也是很难很难开销啦 当时的榴莲又没有价 没有价都不要管它了 谁拿到就是谁的咯 然后我们有时间进来 就拿到自己的咯 这个就是我了 有一次清明的时候 我们来打扫那个坟墓咯 我也必须要先做干净嘛 打扫干净了 我在这个树的时候 就闻到一个味道很臭 过后我有问老前辈 他们做罐巴的 他说这种是很凶的 刚刚死的那种东西啦 以前的人日本打仗 死很多人 难免会有的啦 巴里面 你看我朋友进来 他讲你很大胆哦 我说没有办法吗 自己的缘也不进来 等一下 我是怕那些野兽而已 这种东西已经罐了啦 让我来想找吧 我让你再看我 你能够赏 是因为你能够赏 那色是最终的 你很不便宜的 还有一点